挖了这个盘为什么大跌 弹了这时候该怎么办 那现在当然就要来谈谈全村的希望 我们来看看全村的希望 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下午的2点46分 现在法术会已经有进一步的讯息出来了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第三季的营收出来了 激增7.5% 激增7.5% 怎么解读我们等会来做解读 另外我们再来看毛利的数字也出来了 第三季营运的展望毛利率再冲53.5% 资本支出的下限往上提高 所以我们帮您整理了一个表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对未来第三季的展望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来 营收224亿到230亿美元 激增7.5% 年增31% 毛利率53.5%到55.5% 所以这53.5%还是低标 资本支出的下限往上提高了 那么同时应该是会调到280到300亿美元 那么上限还是维持在320亿 也就是下限提高 但上限维持不变 我们来看在他法说召开之前 外资有三个情境的分析 我们来看他到底是落在哪一个情境 因为现在数字出来了 我们先看毛利 毛利刚刚有谈到53.5% 所以他落在最乐观的情境1 表现不错 但营收呢 激增成长7.5% 却落在最糟的情境3 因为当时情境3是说 如果只有激增5%到9% 那是坏消息 就是不如预期 所以从营收的角度来看 是落在最糟的情境3 但从毛利的角度来看 是落在最乐观的情境1 文斯再帮我们来解读 好的 我想第一个的话 营收的部分的话 确实没有原来想象的好 原来你看情境分析 比较好的话是10%以上 所以变成说 第一个营收的既成长的话 有点不如预期 但这第二个毛利率的话 53.5%到55.5%的话 这个区间的话 比原来预估的话好很多 至于资本支出的部分 上限是321美金 因为本来预估是315亿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是符合预期 所以在资本支出 也没有想象就是说 资本支出有大幅调高 因为COAS的需求很大 还有系统整个晶片 SOIC需求很大 理论上的话 资本支出应该要上调幅度 但它没有上调 没有调 它这个调下限 所以今天这样看起来的话 是比较中性一点 是中性偏多 还是偏空 别稍微弱一点 中性偏空 来朱老师 你怎么解今天的法术会 我觉得这个计真 不如预期的话 可能跟最近 AI伺服器的出货 不是很顺 可能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因为GB200竟然传出 过热 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你前面这边出货不顺 你后面这边 当然供货也会跟着停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事情有关 但这个还要再进一步验证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短期的现象 反而是我觉得说 你像毛利提升这个 其实会有更实质的帮助 表示说你这个高价的商品 在出货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短线 虽然没有说全面性的 如大家所预期的好 或者是超过预期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我还是比较乐观看待 所以老师是中性偏多 对 中性偏多 中性偏空 中性偏多 那怎么办呢 来 蔡总 我觉得以今年它的股票 涨了快80% 这个成绩没有很快 其实它毛利很漂亮 对 那是因为三奈米的占比 15%增加 原来是9% 对 但是它非常很像 爱斯莫的情况 财报好 财测不如一起 所以因为第二季的营收 QOQ是13.6% 所以大家认为第三季 应该忘记 所以第二季就有 差不多快14% 那你应该15%以上 才是利多 结果它现在中间值 就是营收的 财测的中间值 只有计增10% 这个部分是弱点 我相信对股价会有压力 但是它讲了一个重点 慧泽佳有讲说 第三季为什么还不错 他们自己认为不错 两个贡献 智慧型手机跟AI 但是AI你都知道吗 对不对 AI已经在我的议席之中 我觉得可能未来 台积电股票要什么大涨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 但是它点出一个明灯 智慧型手机 苹果 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是 一个衍生出来的亮点 好 那股价会怎么反应 我们都会要来投票 也听听开评的说法 我觉得那个计增 当然我们让你希望越来越多 不过台积电一般来讲 它的把握 它本来说法都会比较平稳保守一点 而且它第二季是超乎预期的 大家懂我意思吗 第二季本来又超乎预期 所以它第三季计增又比原来超乎预期又再多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说大家给它一个比较高的期待 但是我注意到一点 就是我在一个多礼拜以前 我一直在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那个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 没有太大 如果说没有太大衡量 有增加没有太大 没有亮点 那设备股 已经先行反应 其实有些设备股 已经跌一个礼拜了 我的预言不幸 一语成证 可是我说台积电没有关系 所以我还是维持原意 台积电有下来就是买 好台积电的股价 那在明天会怎么做反应 三大法人的数字出来了 外资大卖超538亿 538亿 你说它没有提款台积电 我也不相信 所以各位怎么看 明天台积电的股价反应 请举牌 好 哎呦 还是有圈 两票差 三票圈 来 我不是再讲一下 对 因为最近台积电的话 确实在消息方面的话 也不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过热的这个东西的话 会不会解决 因为以前H100是700瓦 但是这一次的话 是2500瓦 所以能不能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经过一个 所谓的观察一个期间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三奈米在2025年的话 大概有3到4万片 那这3到4万片的话 对台积电的营收的话是很重要 但是目前这3到4万片的话 原则上是听说iPhone17 就是明年的没有用 那如果这个2奈米的3到4万片 明年没用的话 那可能在明年营收 这个所谓的成长的一个空间的话 也会做一个所谓的适度的修正 所以短期里面有一些消息里面的利空 在冲击 等待消息里面这个利空消化之后的话 我觉得比较适合做一个买点 好 我们现在是举差 那我来问一下 开评 来 开评给圈 因为结算完了 然后我举圈是 那这538的卖超数字 你看得不错吗 我是以收盘来看 每天盘中或许会有震荡 比如说再破 这等于说 盘中会震荡 但是我觉得收盘 我对收红很有期待 对 对 台湾散户很有期待 我对控盘的也有 感谢观看